是不是这样的话有备份有还原就可以了吧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实现了 即便你重新开机 他都按照他事先设好了 他备份 我们来把它给过一下 首先呢 我是在这个ActivityMan里面 每次启动程序的时候 都去启动一个数据备份的一个服务 需要让他备份 这个服务是怎么备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代码 这个我们专门写了一个 备份业务类 是不是 首先读取什么呀 读取上一次数据库备份的日期 这个方法是不是 怎么读的 从哪读的 对 你上次备份日期咱们存哪儿啊 我得存到这个 Share Preference 对吧 把它往里面 因为就单个数值嘛 你总不能在那么数据库表里面玩增生卡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 Share Preference 就比较有用了 怎么做的呢 我这去取对吧 如果还没有这个 证明就为Num值吧 对吧 为Num值我直接反为零 或者是取的时候没有 这个默认值也是零 这个不是可以设默认值吗 对不对 如果没有这个K的话 默认值是什么 对不对 我设的是零 他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去取肯定是零吧 对吧 我下面的 你有一个备份的日期 第一次去取的时候 如果等于零 是不是就直接把当前日期传进去 开始进行备份 第一次肯定为零 对吧 是怎么备份的 在这里边 这个备份就直接做了拷贝操作 或许当前 data下面这个路径下面的 database下面的这个数据库 是不是 那就很明显 这个路径是哪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路径 咱们先前一直在删除数据库 删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下边的 这个数据库 就查吧 把它烤下来 烤到哪啊 烤到咱们的这个 go dash里边 这个database BAK这个公路吧 对不对 就是这个吧 在烤之前 我们先要做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路径存在 什么路径 原路径 是不是 因为你一开始进这个界面的时候 你如果什么菜单都没进去 我那个路径是 那个数据库根本就没生什么过吧 所以你要加这个判断 你不加这不就报错了吗 没有 对不对 如果存在的话 这样 这时候你才可以执行拷贝 对不对 同样的话是判断 被拷贝的路径存在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就创建 存在的话 最后这个就执行拷贝了 对吧 然后最后把这个 当前的这个备份的日期 给保存起来 怎么保存 是不是就是这个 还是要preference 是不是 这个 这个 这个类你应该之前用过吗 用过吧 对不对 或许它的这个编辑模式 按照指定K 把你存放了值放进去 咱们这是个浪值 就放了浪值 最后提交保存数据 对不对 同时呢 我这里边写了一点注释 记了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 你看这上面写的很清楚 对不对 私有文件 只能用用本身模式访问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其他应用是不能跨平台 操作你的私有文件 所以我这里边是几个模式 包括其他的应用也可以读起 或者其他的应用 又可以读 又可以写 咱们根据自己的需要 设置这个 我这里边就设置成私有 对吧 之后 是不是最新的日期就 当前最近一次的Buzz 备份日期就写到那里边了 对吧 然后我们继续返回来 备份完之后 备份日期也有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 再把这个备份日期 重新读出来 读一边 读取出来 读出来是不是一个浪值 对吧 然后继续往下走的话 这个时候做了一个什么操作 申请了一个 pending 这个东西用过吗 这个就是延迟 是不是 pending是延迟的一个意思 就是不是说 立即就执行了 是放在后边的某一个时间段 当特定条件出发的时候 才会执行 对吧 咱们获取了一个广播 这么几个参数 当前内容上下文 这个是request code 这个request code 就是区分不同了 这个到底谁传了吗 对吧 但是在这里边 我看了 好像是 现在还没有应用 就是说 它让你传着直了 但是好像还没应用起来 这个我 我看了 我记得是 然后这个 intent 咱们要 打开什么 打开哪个 类 是不是要把intent传进去 最后这个就是 它这个方式 覆盖方式 有好几种 也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东西是延迟执行的 你知道吗 对不对 如果说 你比如说你设了五分钟后启动 对不对 五分钟后 它还没启动的时候 你这时候又执行了一个这个 kani intent 又去 又去调用它这个 执行了这个调度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它有好几项操作 咱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里边的这个标记 比如说 你看这里边 点 有好几项吧 如果前面一个已经有这个了 是不是把前一个取消 对吧 这个就是 应该是前面有了 就不成成 这个是前面已经有了 就更新前一个 是不是 这个更新是把它的数据内容给更新了 这里边其中其实最常用的 应该就是这个更新了 我如果已经有了 然后我再去启动 我把它的这个数据给更新了 其他的保持不变 然后我这里边就是执行的是这个 one shot 然后这个 用这个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这个能永远的 它是默认的 其实你不设计 不设它的值或者怎么样 它默认的值就是这个 就是说 我比如说两次intent 我第一次设定了五分钟之后 对不对 我比如说传了个 我现在传了个值 是不是当前的这个倍分之七是吧 我第二次我还没 第一次还没执行 是我第二次又执行 我又传值 是不是 这时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值吧 对不对 它永远以第一次了为准 就是说你即便是传两次 我也只取最 最早那次传的值 我用的是这个 为什么用这个 咱们一会儿晚上看是有用的 这个 Penning Intent的这个应该知道吧 对吧 就是延迟执行的一个意图 然后怎么弄呢 你要设置这个定时啊 或者任务这些 一定要用这个 Manage 这就是它里边那个闹钟定时器 都是用了这个对象 我们获取这个系统的这个定时器 这个对象之后呢 我们来开始定时了 它里边有个set方法 看什么数值呢 这个唤醒的类型 看这个是触发的时间 是不是 这个就是Penning Intent的那个实力 对不对 我这里边唤醒的这个类型 用的是这个 什么RTC Week 这个我查了 这个唤醒是指什么呢 也就是说 你系统手机 系统不是还有休眠状态吗 对不对 这个是在休眠状态下 照样执行 对不对 它有好几个参数 你看 有RTC什么 好几个这种参数 各有各的功用 有些是休眠的时候不执行 或者什么 这个你根据你实要 实际需要设参数 还有一个参数 这里边应该是哪个了 好像是这个吧 我记不太清了 咱们回头可以详细 查一下 它是关机的时候 说是也会执行 我看 即便是你关机了 它是定时机的执行 但是我看的 其实是有点拳 因为你关机的时候 它这个执行 因为咱们 你听说过这个 关机闹钟这个概念没有 有些手机是在关机闹钟的 什么叫关机闹钟 都不带的 有些是带的 你比如说 我记得三星的那个 i9000好像是带的 我听人家说了 但是我没具体试过 有些是带的 安卓智能机 反正大部分都不带 所以说这个就搞了人很不爽 我晚上想省点手机店 对不对 我把手机关了 闹钟又不响了 因为我记得以前的一些 早期的老点的手机 非智能操作系统是手机 我记得以前用过一个所爱的 你即便是手机关键 你只要不拔电池 照样闹钟能响 对 有很多 他应该是可以支持的 这是需要他去写驱动 或者改机成了驱动 所以说我估计他这个设置 是跟你这个手机 到底支持不支持 关机闹钟就关 如果支持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做成什么效果 手机定时开机 对不对 定时开机 自动帮你发短信收邮件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他这个 类型就是这样 我这里边用了 等于是休眠的时候 照样能备份 对吧 这里边是出发时间 你把它传进去 我们启动的是什么呢 我们启动了是不是一个广播呀 咱们开 是这个吧 对不对 我在这里边 是不是用notification manage做了一个提示啊 把他这个值打出来了 是吧 然后这个提示应该很容易看吧 把这些删了 又一个是吧 获取这个get intent 对不对 然后把你想提示的这个图标 在这上面是什么 你设置一下 是不是 你提示的内容是什么 要发出什么声音 这些都可以往里缠 对不对 然后点击之后什么操作 点击之后 我这里边是把这个咱们的主activity打开了 是不是 然后最后就notification开始通知 对不对 最后我执行完这个notification通知 我之后我又干嘛 我执行完notification通知 我证明这次备份完成了吧 我反回来又把这个服务又给启动 看见没有 又把它给启动了 这个这时候启动进来之后 怎么样了 获取上次备份的日期 这时候已经有值了吧 不是零了吧 又获取了一个新日期 我这时候判断了什么 对了 刚才这点少说一下 我这个值不是直接传进去了 我加了一个东西 我加了个什么 是不是加了一万毫秒 这个值可以灵活变的 你如果是想加两天一备份 是不是这样了 48乘就是乘就是可以一千 就是两天一备份吧 我把当前备份的日期 加上要往后几天之后备份了日期 那不就是到时候就自动备份了吗 关机肯定不行啊 但是我现在有什么呀 我是一会一会我就说到了 我设置里有开机自动启动了 你只要开机我就给你备份 要么你就别开机 对不对 肯定不会给你漏掉备份的这个流程 所以说要双配合 万一他弄了这个 他到时候给你关机了 你完蛋了 是不是 所以说我这个为了做严谨一点 就要把各种这样的情况都考虑进去 咱们先说这个else 这时候是不是第二次 这段时间取出来了就有了吗 对吧 然后在这里边是不是判断了 当前的日期减去上次备份的日期 如果是大于等于那个时间了 是不是就要又执行一次备份了 证明已经到那个时间了吗 对不对 又该执行下次备份了 我备份完之后 是不是又把备份的这个日期又给获取了一边 备份当前备份日期获取完了 然后继续又往下执行了吧 往下执行又执行到什么操作 当前备份日期加上延迟了备份日期 又执行了吧 然后又循环一轮 是不是又走到这个 又走到这个广播里边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你就不停的时间在循环 在备份吧 同时我这里边我还加什么 为了防止 他第一次用你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根本就没有关过机是吧 一直不关机 所以说我在这里边手动的 也要把它给启动一下 对不对 在这里边 ActivityMan里边我也给他启动一下 这样备份就不会有遗漏了 肯定什么时候都能备份 同时为了防止他 到时候该备份的时候 他关着机 我们又怎么做了 关着机又开机又没启动 咱们成绩怎么办 我是不是 Receiver里边 你看我这里边 是不是又注册了一个 广播案 注册 我们来看一下 我这里边应该是我看啊 少 还没少 在这儿 哦对 就是 这个格式搞得有点 我还以为两个是牵挞在一起 这样撤回来一下 是可以 其实 开服不好使 我们手中删一下 是这样吧 是不是这个 你加上这个之后 是不是系统开机 就自动通知到这儿广播 我在这广播里边做了什么 是不是把服务给启动 这样的话 你一开机 我服务是不是就启动了 是吧 所以说 这个东西 有些那个程序 它怎么实现的那种 系统那种 服务 你关都关不掉 你这边关了 那根又起了 我判断 它十有八九 是用这种方式 两边相互用这种定时 或者什么 相互监控着 你知道吧 这边一关 那边马上 掌描到 没有 这边又启动 知道吧 像现在这个 就可以做到这样 你关了 它一会 它又又启动了 知道吧 很有可能 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说 通过这个定时器 这个东西 你想实现 执行一些什么 呃 定时操 操作之类的 很容易就实现 对吧 咱们这里边做的是定时的 呃 备份 你是不是可以做定时发短信 是吧 或者定时什么 播音乐 定时这 定时那 都可以做 所以说这个定时器 这个东西啊 还是比较有用的 我们要把它给 进入 学会 好吧 然后呢 我看看 这里边 开启启动广播服务也知道 Notification 这也有 然后咱们这个是文件拷贝 对吧 然后至此呢 咱们的这个项目就算全部结束了 是不是 我们再回过头来回顾一下我们这整个项目的一个流程来做一个呃简单的总结 对吧 首先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来自好朋友王小强的一封信引出了我们的客户需求 对吧 现在他的这个客户需求我们基本上是满足了吧 对不对 而并且做了还要加强 还帮他做了这种备份功能 对不对 统计现在也帮他实现了 到底谁该给谁多少钱 然后这下边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需求分析 要怎么做还记不记得 对不对 先找这个涉重 是不是 相关到底人员到底都是谁 是不是 找到涉重之后 就是需求获取 需求获取呢 又分几部分 首先是用户的这种需求 原始的需求 然后功能范围的操定 最后才是定下来这个系统的功能需求 都是哪些 先看到系统 这里边又包含了显示功能需求和影视功能需求 对吧 他明确提出来的 但是他没提出来可能要有了 或者是这系统里边本来就该有了这个程序主方向 对不对 往下呢 咱们项目的层次结构 咱们现在 是不是逻辑上就比较清晰了 通过这个例明报名 看起来就不是很乱了 对吧 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服务也有 广播也有 是不是实体类 数据库 封装的空间 对不对 这些都把它给层次放在一起吧 然后呢 就是什么 咱们的这个命名约定 我这里边呢 呃 因为先前使用了咱们之前的代码 没办法 呃 把它一个一个改过来 但是咱们约定的是什么呀 比如说 家伙里边的这些小姐 呃 用下来 然后就是比如说包括类名是大小姐 布局咱们这里边 也都是用了这个软件的模块 你前缀 对不对 模块名大部分都是软件前缀的模块名 对不对 对吧 然后就是下面的字符 我那个字符资源定义也都是家里有不少前缀 对不对 这个我的约定啊 不一定是呃 最好的或者是最合适最合理的 你呢 根据你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 就是自己定出来自己这个最合理的决定 对吧 包括空架上命名啊 这些 对吧 然后再往下呢 我们首先实现了咱们的这个程序的主框架 对不对 在咱们后面所有写的这个程序 是不是都是在封管好的主框架的基础上 直接调用一个APP什么body 直接就把布局加载进去了 你主框架封好了 你就省了很多事 一个方法什么都做 你不用每次来回CtrlC CtrlV考代码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的布局 咱们用了Include 还记不记得Include的那个陷阱 ID那个陷阱 对 ID覆盖 记着 这个要不然你回头弄到时候 你就会迷好一阵子 我明明有这个ID 得引用了 怎么老是用不成 对不对 然后呢 Activity Base Activity Form 这都是咱们地基的一部分 什么时候该放到Activity Base 这应该清楚了吧 对不对 如果不清楚 看一下我那里边封装方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对不对 这里边放的都是显示信息跟业务逻辑无关 但还很常用的 Activity Form就是跟业务逻辑相关 也比较常用的 对不对 都要封到这个框架里边 再往下呢 九宫格布局 就是Grade View 是吧 咱们在这里边还用到了咱们这个背景 包括那个 Ship那个背景选择器是吧 方块 还有里边的圆角这些设置 再往下呢 就封装了咱们的Sleder Menu 谢谢大家